Hello 大家好 我是爱吃肉肉的小赵同学 今天呢 讲的是关于这个神通 我们按照顺系嘛 今天讲的是神通 关于讲神通呢 我先讲一下这个特殊的地方 就是第一呢 我们最好开通了装配这儿的方案一二 因为我们在游戏中的话需要的场景 用到的场景很多 然后我们需要这个搭配也不一样 所以说如果只有一个方案的话 会很麻烦很麻烦 说完这个 为大家讲一下有哪些会遇到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就是我们在论剑嘛 论剑呢 主要讲究的就是一个持久 就是需要有双盾 而且需要有足够的免疫控制的时间 让我们能免疫负面状态 还要有这种进化 可以把负面状态给进化掉 所以说呢 就是需要用到盾多的 免疫状态多的 然后第二种情况就类似于打这种boss的 我们可以去主动控制 但是boss伤害高 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控制技能 不断去衔接伤害的 第三种呢 就是我们打猪天之门 乱猪征途中打这种boss 因为它我们是只能自动去打的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有很多的控制技能去淋缝衔接 让电脑也可以自动把boss给打过去 然后第四种呢 就是说我们打这个刷野兔的时候 就是需要用最快的速度把怪物打死嘛 那个时候肯定就不需要盾 也不需要控制技能了 主要就是高伤害的一些单体和群攻技能了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说完这个呢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神通的分类 有三种 第一种呢 就是叫做护盾类 护盾类的话主要集中在法修这边 人界有两个 一个叫做真元护盾 一个叫做踏风咒 然后呢 灵界叫做玉龙树水 我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三个这个护盾的特点 第一个呢 真元护盾它的优点是冷却时间短 缺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附加值短 它六十级还有一个驱散负面状态的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然后这踏风咒呢 是护盾力性价比最高的 因为它拥有这个独一无二的 它的延期的话可以增加我们这个免疫负面状态的时间 这个buff是特别强力的一个buff 而且它的这个护盾值也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是无论我们在人界和零界都是必须要点满和沿袭的一个技能 然后这个玉龙树水呢 它的优点就是说 它的护盾值高 是50%的一个护盾 而且呢 它也拥有这个驱散负面状态的一个效果 它的缺点呢 就是说它需要我们在法则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达到这个七重的天际法则 然后把它点到七层 需要耗费很多的资源才能把它点出来 对于资源溃乏的小朋友呢 可能就没有办法把它点出来了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 前期在人界或者刚到零界的时候呢 我们论剑或者是去打异界的时候就带这个真元护盾和踏风咒就可以了 如果带两个盾 就是他们两个 如果只带一个 那么踏风咒就是最好的选择 等我们到零界 那个可以把七重点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玉龙树水就是必须要点的 这个是我们中期必点的 然后这个是关于护盾这方面的 然后是关于控制技能 控制技能的适用范围之间我说的 刚才需要打那种boss 控制技能呢 就是需要足够的多 然后它的法修有两个 第一个呢 是定身符 就是2.8秒的一个时间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五雷先绝 是三秒的时间 然后链体这边呢 也有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寒霜剑气 就是上面和下面加起来的话 总共是2.7秒的一个控制时间 还有这个修罗斩目 又是三秒的控制时间 就是这四个 它是有这个墙控制的 还有几个是弱控制的 比如说这个不灭金身 它20级有个50%的概率无视对方的攻击 就相当于对方miss了嘛 可以持续三秒 但这个需要看脸 我们就是极度需要有完整的控制链的时候 可以用到它 还有这个诸仙魔像土 它80级可以让对方致盲 就是技能无法秘中也是一样的效果 这是总共是六个控制技能 但是对于我们前中期来说呢 我们能点到的可能就是 就是我说的那四个控制技能 然后我给大家再分别介绍一下 这些技能的一个具体情况以及衔接 因为我是体修嘛 我就着重说体修 反正到临界之后呢 这个风魔困龙手势 很优质的一个技能 首先它是多段攻击 可以有效地破除很多对方的一个东西 第二就是它的伤害高 最主要是它有这个2.8秒的一个 免疫负面状态的时间 是极少数拥有很长的一个免疫状态时间的一个技能 第二个很好的技能呢 就是说这个修罗斩目 就是我说的它是一个控制技能吧 第三个很好的就是这个诸仙魔像 它可以有我们附加两秒钟的这个免疫负面状态的 已经这么一个效果 然后天刚神剑呢 是我刚点到 它60级以后可以去三负面状态 也还算一个不错的一个效果吧 就是说体修这边的比较重要的几个技能 然后我给大家再分别说一下 我们不同场景的应用范围 首先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在论剑的时候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论剑神通 就像我说的 我们在论剑的时候注意力的点 第一就是这个盾要无缝衔接 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 太近的话这个盾的效果会被浪费掉 太远的话你中间有很长的真空气 会被对方打掉很多的血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免疫状态 最好能无缝衔接上 因为现在的话 法修和体修都有很多的这个负面状态的buff 对我们的这个伤害会降低很多 我给大家讲一下该怎么做 我们假设哈 我们的每一个技能释放时间是1秒到1.5秒 然后就比如说像这个踏风咒 它的持续时间是1.5秒 因为这个领域的话 是我们和对方接触之前就可以释放出来的 所以我们放完踏风咒 放完这个再放一个雀鞋剑 雀鞋剑是属于我们的技能里面 手最长的 可以把对方的宠物先打掉 所以说我一般都会优先放它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免疫时间就到了 我们这个时候放个风魔困龙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又会有2.8秒的这个时间 我们中间再可以衔接三个技能 然后到了我们免疫时间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再放一个珠仙魔像又是2秒 我们又可以衔接两个技能 衔接之后呢 我们如果这个时候控制技能可以把对方控制住 控制住对方就相当于为我们自己增加的免疫效果吧 这个但是呢 如果没有控制住的话 我们这个护盾就快出来用场了 我们可以帮自己免疫一下负面的状态 还可以给我们加一个盾 然后放两个技能之后 我们再放一个这个技能 帮自己进化免疫一下负面状态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整个论件过程中 无缝衔接我们的免疫状态 也可以无缝衔接这个盾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就是这个摆列的话 就是这几个盾为什么这么摆 这几个技能为什么这么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我有很多的这个天罡宝链 因为我觉得这个装备的话 它可以增加我们的务功嘛 而且是2秒 就按照我的理论来说 就是中间可以衔接两个技能 大家可以看到 我就是放一个链两个技能 放一个链两个技能 这样的话就是 因为我们免疫了负面状态 对我们自己的一些增益buff的话 就可以去一直保存下来 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的伤害就一直可以有20%的增幅 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然后还有这个阴阳战灯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它是我们要需要提前放 我们放了之后会有一个这个灼魂的状态 所以说要把它摆在前面 然后我们会优先把这两个 对对方有简易buff的 并且伤害比较高的放到前面 就是这么一个论剑的一个顺序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反正大家都说体秀弱嘛 我这么一个神通释放顺序的话 和我同战力的法修打 基本上是55开 没有亏过 所以说呢 还是比较有效果的 然后关于第二个装配的话 就是关于这个刷野 刷野的话 其实就不用太在意顺序 因为我们刷野的话 我们技能是一直在释放的 因为我们每个技能的冷却时间不一样 你摆好了顺序 打完第一轮 第二轮它就是哪个技能好了 优先放哪个 我们就不用管 我们只是说 把我们所有高伤害的 然后短CD的都拿出来就可以 你看像现在我的整个神通里面 就没有护盾技能 也没有太多的控制技能 就全是高伤害的技能 这样就可以提高我们的刷野效率 加上我们那个 领磨箱的话 然后第三种的话 就是说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比如说我们打这种挑战boss 我们可以主动去控制的 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们是可以主动控制这个 什么时候放这个控制技能吧 我们其实就没有必要去调整顺序了 我们就要做就是把我们的这些 比较弱的技能拿下来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控制技能都装到上面 在体链体这边 然后人界神通 这样的话我们和对方打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主动去放一个控制技能 放两个普通的技能 再放一个控制技能 放两个普通的技能 这样衔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把boss给慢慢就是风筝死嘛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但是对于下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打这个叫做 虚天之门万族征途 这种boss的时候 因为它是全自动的 我们没有办法打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我的一个神通顺序 因为当时别人都卡在1718关的时候呢 我自己打到了第19关 和别人一样的战力 所以我还是有经验来说这个呢 首先呢就是说 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不仅要带控制技能 我们还要带一个 就是当我们能够点这个不灭金生火的时候 就要把这个给点出来 我们有诸仙魔像的时候 用诸仙魔像就够了 就是我们的控制技能要无缝衔接 就和我之前说的一样 假设我们每个技能的时间是1秒到1.5秒 对吧 我们怎么衔接呢 你看一下 放完领域 放完这个距离比较长的缺鞋键 我们就放一个控制技能 3秒的这个控制时间 对吧 我们可以放两个技能 然后我们马上就衔接下一个控制技能 然后再控制boss两秒钟 控制完之后 我们再放下一个控制技能 这样再控制boss两秒钟 然后我们再放一个控制技能 再控制住boss两秒钟 这个时候我们没有控制技能怎么办 boss打一下我们就死了 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放到这儿来 因为它的话有50%的概率 让boss能打不到我们 我们就可以去拼一下脸嘛 反正我们可以去无限刷 只要你一直刷就能通过 用这种方式 这样的好处就是我们全自动的情况下 我们的控制技能和我们的这个免疫技能 能够无缝衔接 无缝能把boss给打死 还是非常好用的 整体来说呢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反正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整体来说 我用了很久还是很好用的 给大家推荐一下 好了 今天的推荐就到此结束了 大家再见